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林鄭月娥和法援處 昨天林鄭的時機安排得非常好 早上就在立法會回答一些有關法援處的問題 葉劉又有問 葛佩帆又有問 問完之後她回答了一些問題 答完問題之後 下午出席了法律援助處 50周年巡迴展覽 開幕儀式致詞 早上就說了一些話 似乎都是掠掛一巴掌法援處 下午說什麼呢 又疼一下 苛一下法援處一下 希望再按住 亦都給了一個機會 法律援助處處長擴保槍 加上法律援助服務局的主席梁永祥 兩個出來解釋一些東西 換句話說 政府就不用揹得那麼重 最好法援助處長又出來說話 然後跟著梁永祥又出來說話 純粹就由法援處那裏說出來 林鄭果然好東西 一下就如風似弊 就把那個波推了下去 法援處處長再加上梁永祥這個教授 兩個人就跟她頂了一些東西 頂得對不對呢 今天就跟大家仔細說一說 其實裏面 大家一定要公道地說一說話 法援處做的事有九成多就做得對的 如果你要打官司 你沒有錢 法援處它就多數幫你 當然有個案子有理由 你又沒有錢 但它裏面有一個地方是處理得非常非常差 就是司法覆核 這個正正是法律援助處最大的弱點 現在希望改變到這樣的環境 首先我們講講林鄭月娥 在日頭 昨天早上的時候 在立法會回答的時候說了些什麼 以及作出什麼決定 它說任何制度都需要與時並進 法援制度也並非盡善盡美 政府當然可以重新檢視 現有制度的行政 三樣東西 現內的行政 案件分配和選擇律師安排 政府已經將本來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的法援處 改為由政務司司長負責 相信張建宗會就近日的討論提出一些看法 林鄭就將整個問題收窄了 也看得很清楚 民政局和法援 我想唯一的縫隙是因為她幫人 所以放進民政局 但是她民政局有什麼法律的專才呢 她基本上是沒有的 所以管不了 也做不到什麼工作出來 但是林鄭很小心地將整個問題 收窄到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行政工作 行政工作就很簡單 凡是政府做出任何事情 一定是看回行政的 又有兩樣東西 第二樣就是案件分配和選擇律師 這件事在司法覆核這個範疇上 非常出現很多問題 都是這兩樣東西 就是案件分配和選擇律師 在裏面就希望可以將目前亂禁離的做法 就可以改變它 那你又有理由說 為何你說她亂禁離 我解解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就那些數字 看到其實是亂禁離 即是這個說話是沒有說錯它的 其他我們不說了 即是法援處做多少好事 我們不說了 我們只是說回司法覆核 這個法援處自己說 司法覆核很少了1%我們的案件 但是使用的錢 老實說也不是少錢 我們給大家看看數字 2018-19就使用了2900萬 2019-20就使用了3700萬 2020-2021就使用了3400萬 問題出現了 這筆錢是多少人分了去 這個值得大家留意 2019-2020有多少宗司法覆核案件 81宗 2020-2021即是去年有82宗 2020就使用了3700萬 2021就使用了3400萬 大家知道有80多宗案件 有多少人分呢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大問題 首先我們要明白 是多少人可以分 根據法律援助署自己說出來的數字 他就說有一個法律援助律師明冊 即是在裏面的人都有權 裏面有多少 大律師是有1171人 即是換句話說 80幾個個案件 1100幾個人 應該一個人都做一宗 是嗎 即是最多 都分不完 如果律師事務所有多少 就821間 即是又是一件事 你有800幾間 你只有80間 老實說 你要抽中也很便宜 我現在說 就是有22個律師 15個律師 在兩年裡分了八十幾 每一年八十幾單 如果你不要說律師 我只是說律師行 一間律師行 可能有很多個律師 八百多間律師行 為何只有這麼少 只有十多二十間做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看做大律師 2019、2020 有81個案件 有多少個分 竟然只有27個大律師分了 即是換句話說 平均每個人有三宗做到 問題來了 千多人 又是回到問題 為何只有這幾個 看2021這年 82個案件 只有25個大律師分了 即是每人有3.3個案件 他怎樣分 有些只有1宗 有些只有10宗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裡面就是分配律師出了大問題 明白了 林鄭所說的就是案件分配和選擇律師 案件分配就是為何有八十多宗案件 有八百多個律師行 再加有1100個大律師 為何案件分配給十多宗案件 律師行 十多宗案件 律師行 25至27個律師 他們分了 其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去到律師選擇那裏 那現在的做法就是 你去申請法援 你可以找律師 問題就是第一 有沒有律師肯接你的案件 先說清楚 我沒有水的 你和我接 行 我和你接 我和你做完前期的功夫 做完之後我和你寫了那個書 看清楚法律據點 你先遞上法援處 即是有個律師 或者有個大律師 兩個加起來 就像是壟斷了個案件 這是什麼呢 就是有關於案件分配和選擇律師 就是由那個人 由那個申請人 一早定定了 法援處做什麼 法援處可不可以說 先給住 我批給你 但是我覺得 我們有個表 八百多間 這裏應該排到 第三百四十四間 律師行由他做的 那行不行 當然行 但是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 你提上來 說這間屬 要省省時間 我以前 訂了一些中數 我又不計算 那就給他 換句話說 你給申請人 一個很大的機會 去玩弄制度 選擇律師 大律師 又是一件事 又是一件事 他熟一宗案件 他不用再花時間看 你找個律師 我又不相信這個律師 你找個我覺得他不夠了 這些 尤其是反對派的律師 在這裏 玩這個遊戲 玩到滾瓜難熟 這個還不僅是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特別厲害 另外 遣返聲請 這些案件又是完全一樣 是給了少數的律師行 少數的大律師 在這裏壟斷來做 我有一個這樣的建議 如果大家 下一次立法會 再有人提出一些書面的問題 你再叫特首出來答問題 就未必可以 你問問究竟 將那八十多個案件 那兩年的每年八十多個案件 即是再拆開 有多少人是分了 拿了多少個案件 你叫他查 我們就這樣叫 法官署人不會理我們 立法會如果提出了一個問題 要他們書面回答 你就會看到 究竟有多少人 是自己把那些案件做 這些叫官官相違 這些壟斷式的做法 是否養起一班人 專門和政府來打對台 我開頭的時候 我開頭的時候 就說 林鄭 哄和石斑 這個法官署 是否 我讀一下她 我讀一下她 說了些甚麼 她就說 近年香港社會 受到不同事件影響 變得泛政治化 爭論不絕 對很多事的看法 都是政治立場先行 在這個氣氛下 司法制度和法官制度 無可避免受到一定的衝擊 筆小雲做著法院裁判或法官署 提供法官的決定 齊出質疑和批評 更有少數人會作出人身攻擊 你這段說話是甚麼 很慘的 最近是這樣的環境 拼命你們明白 接著又怎樣 林鄭就說 發援處作為公營部門 都應該接受社會監察 對批評似開放態度 算了 被人罵收幾句 自己頂了她 是否這樣 接著就罵人 她就說 我要強調社會人士 就法官制度和法官署提出的意見 就必須見機於事實 也要充分理解到法律換作 是維護香港法治的重要一環 是不是 疼心 很清楚 不要生氣 接著當然要說一些說話 去安撫 如何安撫 她說 當然 每個機構都應該與時並進 樂於聽取意見 採取完成創設 以更好達至其指定的目標 我深信法律換作處也不會例外 大家很清楚 早上說的一番說話 下午說另一番說話 即是甚麼疼 但張建宗會怎樣做 在行政上我不說了 最少兩件事張建宗應該做 案件分配 選擇律師 是否要斬釘截鐵 應該更正了以往的漏集 令到香港法律換作 走回正軌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別走 記得按訂閱按鈕 之後按旁邊的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